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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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由七月八月開始 已經是一個人這麼去走的 就是這條路 無論身邊 可能認識人士 或者認界校生的朋友 特別 現在更加少去聯絡 孤獨是一定有的 一天到刻只是在家裡 問題最大的是 困住自己之後會發霧 疫情爆發後 補習社停貨 這一天 Julian回補習社 拿回已經批改的模擬試卷 我女兒是綜合卷 但考得很醜 這裏好像滿光紅 戴著帳戶可能會比較辛苦 做的時候休息會很辛苦 所以想起也沒那麼順暢 別人有學校的支援 有老師的支援 我自己有支援可能是補習老師 但那些真的複極利有限 從讀生涯一點都不容易 Julian說從讀這段日子 一直很懷念昔日的校園生活 其實由放榜之後 我都沒有回來 可能和我各散東西 然後我自己一個 就是不斷在圖書館家裡 在圖書館家裡走 一直都不想回來 因為自己覺得 走得那麼差 好像有愧於我的老師 以及不太敢去面對自己 以前中學 所以肺炎現在來到封了 我想應該沒有人 然後就可以在外面看回去 去懷念一下 最後一題目是哪一項 更能象徵朋友 分別是眼鏡和地圖 因為地圖更能象徵朋友 Julian去年中文考試 考學五星星 不過教育局三月底公佈 文憑試延期一個月 考試也會取消 他說這個安排打亂了他的部署 畢竟這份卷對我來說 曾經都有一個最好的成績 但是你問我現在 我突然間失去了一個不省省 你可以這麼說 Julian說 如果疫情持續 都擔心四月的文憑試 會取消 最痛苦的不是延遲一個月 最痛苦的是 他不知道有沒有延遲 他不知道會不會取消 其實 衰些說句 你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上演唱 是不是真的用回學校的成績 如果用回學校的成績的話 那可以說 我真的浪費了這一年 你會得踢的 你學一下成績 你都很極有限 我覺得對我們這些 會得踢的很不公平 可以看看 你會不會不公平 你會不會跌倒 你會不會走